第二十二体比较甲乙丙三车在纸带的记录过程中 其运动迅速下列何者正确 选项A 三车之中以甲华车的平均速率最快 我们看到三个车都从0的最后走到了14 可是我们甲车所经过的点数最多 表示经过的时间是最长 相同的距离花的时间越久表示走得越慢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以纸带上点和点的时间间隔逐渐变大 这个也是错的 打点计时器的特点就是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同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丙滑车的运动速率逐渐变快 我们看到丙滑车一开始走这么快 那走的间隔越来越短 就表示速率是越来越慢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 以丙两车接坐加速度运动 我们的乙车我们看到他的走的间隔是越来越大 所以又表示他越来越快 而丙车是间隔越来越小表示越来越慢 不管是越来越快或者是越来越慢都表示速度有改变 速度有改变就表示做加速度运动 所以以丙两车都做加速度运动是对的 因此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 其运动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以丙两车接坐加速度运动 永远 像观众 我可以用再加速度运动 所以 我的微渐存